这边的关掉 关掉 关掉然后开一个新的档案 好这边的现在是切到 Panel里面的autographic里面的side view Panel就是面板嘛autographic正式图 切到侧边 切到侧边以后呢 中间有一个出现有看到吗 有对所以你画那个高脚背的时候想像哪个这个是中心点中心线啊中心线 所以呢我们这边画线的时候create然后这边选 curve里面的cv curve tool 好画的时候呢就 你可以先做一个snap to grid网格我看一下 他有跳出来吗snap to grid有有有左下角有snap to grid 所以我先从那个高脚背的 那个底部开始画 你可以先画丑一点没有关系啊等下再处理啊 哇真的有过丑也太丑了吧 好没关系啦就先这样子然后再来那就先这样 这个可以关掉了 这个先先暂时关掉贴富网格先关掉 对啊我们就是先画高脚背要转360度一圈 他就变他这个线泡面线就变高脚背了 所以你看我现在画到这里对不对 贴富网格我又打开了因为我希望他刚好在正中央 然后再enter ok吗 不能enter吗不能enter就算了你切到选取工具 按右键呢现在选cv cv选到cv以后呢这边切到移动工具啊我们这边 贴富的功能关掉这边再稍微拉一下 是蛮丑的真的 你一直强调我画很丑 你是想怎样 ok 然后现在呢先插入一个点等我一下 curve 里面呢应该可以有插入点工具 curve insert insert在哪里啊 应该会有个insert工具 有吧 因为我们要一个那个i insert not ok好 insert not他是这样子按右键选curve point 曲线的点啊我需要一些点吗有没有 因为这边点太少了所以我这样shift按怎么放拖拉 然后再选insert not 他就插入点插入点以后的这边选cv 你会看到多一些点 所以我就变得比较好调可以吗 所以这边就 比刚好很多 好 接着 记得哦右键 他这里会有个物件模式有看到吗 物件就是选整个的意思了 有没有物件然后这边呢我们要选什么 呃 Surface Surface曲面的意思 这边要选revolve revolve就是转一圈 英文呢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叫led 所以呢其实这个关键字你要背起来因为你换哪个软体都一样 都是这几个东西哦哎这边 是不是应该先啊就看我看到了 对这边就打 l a t h e 没有我只是跟你讲就是说 led 等于 revolve ok吗 都是去 偷面线转360度层面 然后呢这边revolve的时候呢他有几个选项 Nervous模型或是多边性模型 Basey也就算了 这两个比较重要 Nervous模型就是它是曲面式的模型 所以他就是像 像你在illustrade里面做东西一样 Polygon比较像photoshop的东西 因为他是点阵嘛 他这个就是靠面数来来来控制的 所以我revolve 然后revolve的时候他出来东西很奇怪 原因是什么 没有那个中心中心轴错了 中心轴 中心的轴不对啊 所以我们这边呢再做一次 Surface revolve 那revolve的时候这边是有那个 S is pretty same S轴还是Y轴还是Z轴 有看到吗 有吧 OK 所以呢现在这个轴呢看起来应该是 有没有看到这边 Z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个Z 应该是选Z 有看到吗 因为左下角有那个轴线的那个 提示吗 所以就是Z 所以我这边呢在 切到透视图 哦 真的很方便 对啊很方便啊 有没有 那是刚刚不是讲的 哦 变怎样 没关系啦 你变怎么样都可以的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我等下过去看啦 那我先画面还给你 等一下 我先停止度影 等我一下了 我先把影片上传 不然我这样 比较难讲下去 等我一下 这个很好用了 因为你能够